J5第五季过去一周后,这次终于又见到了Unique王一博,近日亮相品牌新品发布会,面对直播过程中的怼脸拍摄,没想到颜值这么抗大,状态超过好,主打了王一博的爆款,推出了全新系列的笔记本,同时,更是各种款式一并上线,更是打上了绿色的logo,看来真是用心良苦。 这次直播过程中,多个机位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王一博而来,怼脸拍摄的角度,让我们看得很爽,王一博的整个面部清晰可见,特别是王一博一贫一笑,尽收眼底,可谓是福利放送,就差送王一博了吧。 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结束后,很多人都在怀念有他的周六,没想到这么久,我们又看到了新鲜的王一博,直播中,王一博的下额线跟猴杰,整个侧颜杀到了更多人,这个状态的他,颜值真的经得住镜头的拍摄,真是有被酷盖的侧颜给摔到。 留言区更是感叹,王一博的颜值真是绝了,还有他各种小表情,小动作,都拍摄到了,让人大呼过瘾,这是看到最立体高清状态下的王一博了吧。 这次活动,王一博的状态很不错,看来修整状态下,整个人是放松的,更是一种回归生活后的休闲与放松。 街舞跟拍戏过程中,王一博整个人应该是忙碌的,要兼顾拍摄跟练舞,整个人还是相对比较疲惫的。 这次在拍摄完热烈后,王一博一直没有进组,更多的是练习街舞,还有一些代言的物料拍摄。 所以,这次我们并没有太多看到他的各种讯息,虽然王一博的电影《长空之王》改档上映,但是并不妨碍一点,那就是王一博之后的资源依旧是主攻电影市场。 王一博的后续发展路线很清晰,并没有网上传闻的各种热饼用的资源。 所以,各位看到他会接什么电视剧,古偶剧的讯息,不过是借他的热度来招商炒作而已。 王一博